游泳池是绿太多了 但是呢 你的牙刷会不会细菌太多呢 早上起床刷牙 想一想要不要换一只牙刷了 有一些人用了一年都还不换 提醒这个钱真的省不得 因为呢 根据的研究发现说 一般的牙刷使用三个礼拜之后呢 最高就可能存在有上百万个细菌 赶快换一只牙刷好了 太干净牙齿刷的白亮亮 可是如果用太久刷到刷毛开花 或是使用超过三个月 医生警告 可能让你口中细菌数超过抹布水 一般认为说刷毛 牙刷是在清洁口腔的 所以就没有把那个 没有把它联想在一起 可是实际上你真的去探讨的话 实际上它残留下面的那种细菌 其实比我们在擦抹布的那种抹布水 或是码头水里面那种含菌量 比例上会高很多 牙齦出血的病患原本不以为意 向医生求诊 可是怎么知道 原来问题竟然出在牙刷上 研究显示 一般牙刷使用三个礼拜 最高可能存在上百万只的细菌 数量是抹布水的九倍多 你能想象 每次刷牙 像是在喝抹布水 简直越刷越脏 来的时候 那就是 牙齦烂烂的 那看它那个刷牙的时候 请它把那个牙刷拿过来看的时候是看到它是刷开的这样子的那个刷毛 那其实它可能都没有换 加上不当的那种实力啊 那就造成它牙齦上面的发炎跟亏燃了 医生提醒如果刷毛开花还继续使用 反而损伤牙齦 如果有伤口更容易跑进血液中造成感染 建议牙刷每三个月换一次 刷完最好用清水冲两到三分钟 刷头摆放要朝上 才是正确的口腔保健方式 中文新闻刘家伟 杨一帝 台北报道